各位觀眾您好 歡迎收看大陸巡奇 庫爾勒是新疆巴英 郭勒 蒙古自治州的一個首府 不過這座城市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呢 卻是維吾爾族 毕竟維吾爾族是新疆最大的一個少數民族 現在為各位介紹庫爾勒當地的一些生活風情 庫爾勒又被稱為塞外江南 孔雀河從境內流過 形成沙漠中的複數區 小麥 燕麥 玉米 水稻 跟棉花的產量都相當高 庫爾勒在古代的時候呢 只是西域渠離城邦的一個小國 在清朝末年 俠歸克拉沙爾 也就是今天燕齊的一個小村莊 但是如今呢 變成美麗的大城市 庫爾勒興起在一九六零年 那年巴音 郭勒蒙古自治州的首府 從燕齊遷到庫爾勒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六一年 一座嶄新的庫爾勒加麥清真寺 在市區中出現了 讓庫爾勒的穆斯林們有福了 這庫清真寺建築的美輪美奮 面積七百三十四平方公尺 寺內跟天花板還有牆壁上 都繪了維吾爾族的傳統圖案 是庫爾勒地區最大的清真寺 庫爾勒這座新星的城市 住著各色人種 其中以維吾爾族人最多 他們都是真主的子民 前程奉行伊斯蘭教 庫爾勒自東漢末年起屬於燕齊管轄 一直到民國六年才設立庫爾勒縣佐 一九七九年設市 這座新星的城市 古斯路上的耀冲 現在是南疆鐵路的終點 它面向塔克拉馬干大沙漠 這座位在沙漠邊緣的城市 如今正向工業化邁進 未來可能會成為一座石化工業城 不再是昔日的軍事種地 或是思路要充 當年塔里木油田的勘查 開發等前期作業 正是以庫爾勒作為集會與企劃的所在 現代的庫爾勒市是一座繁華的城市 有著北烏南庫之說 它能跟烏魯木齊相提並論 自然是具備了相當優越的條件 庫爾勒市有一條著名的城衣街 裡面賣的衣服呢 多是維吾爾族的服飾 但是沒想到到這兒來購買的人們 絕大多數都是外地的觀光客 比城衣更受歡迎的是小刀 維吾爾人在吃羊肉的時候 嘗試用自己專用的小刀來切割的 在新疆的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做囊的人 這種用烤魯烤出來的麵餅呢 是他們的主食 囊在新疆有著悠久的歷史 古代稱為胡餅或是魯餅 外皮金黃大多成圓形 一般我們看到的囊呢 只是基本款 其實囊的品種很多 在突厥語大詞典當中 就提到了十一種囊 一九八四年所出版的 《維吾爾族食譜》當中 則詳盡介紹了二十種囊的製作方法 當中最大的囊叫做艾曼克 直徑足足有四十到五十公分 雖然囊的品種很多 但是古今治囊的原料跟方法 並沒有改變 主要用的是麵粉 芝麻 洋蔥 雞蛋 青油 酥油 奶油 糖跟鹽 在製作囊的過程中 會在麵皮上用砧板打出一些小孔 這道工序呢 可不只是為了美化 更重要的目的是讓麵餅在爐中受熱 能夠均衡 貼餅是一項技術 麵餅呢 一定要蘸點水 才能牢牢的貼在爐壁上 當麵餅呈現金黃色時呢 算是已經好了 在這個時候拿出來 兩面烤得又香又脆 能夠保存很久不會疲軟的 而且非常好吃 有人認為囊是維吾爾族人所發明的 但根據考古證據無法證明這一點 不過囊的確是由維吾爾人所發揚光大的 現在囊呢 不僅是維吾爾族的主食之一 也是其他民族所喜好的 如同庫爾勒的夜市 雖然賣的幾乎都是維吾爾族的特色小吃 但不論來自哪兒的觀光客呢 都樂於光顧 欣然買單 來看眼前這鍋又香又辣的紅燒羊蹄 真是令人食指大動 天黑之後 庫爾勒的夜市當中出現人潮了 絕大多數呢 都來吃晚餐 由於外來做生意的人越來越多 當地口味呢 也變得越來越多樣 白水煮羊頭肉 是把羊頭的皮跟肉剝下來 加入麻辣調味料 就是道地的好滋味 庫爾勒的夜市 跟新疆其他地區的夜市呢 大同小異 不過夏天的確是生意最好的季節 在各式小吃當中 當然以羊肉料理最多了 像羊雜湯 燒羊蹄 水煮羊肉等 任君選擇 喜歡吃羊肉的人呢 一定可以在此地大塊躲移的 而且付最少的錢 享受最美味的食物 放眼望去 人生鼎沸 坐無虛席 這裡不僅深受當地人的喜愛 更受到外地觀光客的青睞 如果不喜歡吃羊肉 那麼來一塊哈密瓜嘗嘗吧 保證比日本產的香甜 而且一個瓜呢 只需要幾塊錢 這壇看來像是臺灣的黑白切 羊的部位在這全都有 愛吃什麽 切什麽吧 吃好 吃好 我不吃 這壇一個 十塊錢一個 羊都這個那個 這灌腸 這是羊肥子 完了還有麵筋 黑肥子都有 我們都會吃 嗯 本夜是嘛 一到一到那個啥 特色小吃 我有這一碗賣給我可以吧 可以啊 這些菜是下酒好料 當地人喜歡加上辣油來調味 我笑也好 新疆的夏天 太陽下山特別晚 這給夜市更大的發揮空間 如果有興趣吃羊頭 老闆會親自為您處理的層次分明 維吾爾人認為 一隻羊最精華的部分就是羊頭 事實上幾乎所有吃羊肉的民族呢 都把羊頭列為是上等的代客美食 兩眼睛要請最尊貴的客人品嘗 剝下來的皮跟臉頰肉呢 更是上等美食 白水煮羊頭加上鹽跟蒜泥 好吃的不得了 烤羊肉串上面撒上孜然粉 這是種很好的搭配 還有更經濟實惠的美食 就是羊肉湯煮囊 把囊放在羊肉湯裡煮一下 加上一塊肉 就可以大包口服 這一碗多錢 去烤羊肉 各位仔細看 現在烤全羊要上場了 這個出了名的夜市 只要花很少的錢 就能嘗騙當地美食 不僅融入了當地的人 更吸引很多的外地客 庫爾勒這座新興的城市 正快速地走向工商業化 在享受當地美食之餘呢 也別忘了為它祝福吧 在中國大陸內陸最大的淡水湖 是博斯騰湖 同時是新疆最大的漁業基地所在 下段節目呢 造訪博斯騰湖 博斯騰湖是中國大陸最大的 內陸淡水湖 在2014年被批准是 國家5A級的旅遊景區 它就位在 巴英國冷蒙古自治州的境內 現在呢 請隨著外警隊腳步一起領略 這個湖的迷人風情 孔雀河源自博斯騰湖 庫爾勒市呢 因為孔雀河的穿城而過 成為一個有著充分水資源的城市 這跟新疆其他城市相比較呢 有它獨特的風采 所以觀光客 必須要仔細地去體會 這裡是伊斯蘭教的墓園 安葬者虔誠的穆斯林 佛教經由絲綢之路傳入中國 因此庫爾勒曾經是佛教興盛的地方 但自從伊斯蘭教傳入之後 幾乎全民改姓真主 目前依然如此 在庫爾勒市北郊 孔雀河上游的峽谷裡頭有一座熊關 名字叫做鐵門關 東漢時的班超曾經立馬鐵門關 大唐玄藏當年路過鐵門關的時候 曾經接受守官將士的供養 鐵門關是孔雀河流經霍拉山 跟庫魯克山時所形成的 一道長十四公里的峽谷地帶 它的谷名叫做鐵關谷 斯陸在這裡穿霞而過 近代的時候因為地勢險要 在這裡設立鐵門關 從此成為軍事上的必爭之地 水令無情荒漠變成友情天地 博斯騰湖呢 湖面海拔是1048公尺 平均水深8.4公尺 它是一座天然湖泊 也是中國大陸內陸地區最大的淡水湖 每年夏天成群結絕的野鳥 來到此地繁殖 波斯騰湖有大湖區跟小湖區之分的 像小湖區當中的蓮花湖 裡面生長的睡蓮 跟特有品種的水生植物 為湖面增添顏色 波斯騰湖總面積是1228平方公里 血水量達到80億立方公尺 是一座因鍛裂而形成的湖泊 也是新疆最大的漁業基地 像是青魚 草魚 蓮魚 鯉魚 五道黑等魚種 不僅產量多 而且肉質鮮美 在兩岸的蘆葦叢當中 還放養了大量的射屬 每年可以生產20多萬張的射屬皮 至於蘆葦的產量就更可觀了 年產甘蘆葦達到40多萬噸 這是造紙紡織的優質原料 波斯騰湖 東西長55公里 南北寬25公里 古收的名字叫做西海 唐朝時叫做魚海 一直到清代中期才定名為波斯騰湖 1300多年之前 隨書當中曾經記載 這裡有魚 鹽 蒲鮪之粒 在小湖區裡頭 能夠清楚地看到水生植物 許多的野生鳥類 最喜歡在這樣的環境下棲息 所以每年10月下旬 候鳥會陸續南飛 因為這裡是天然的繁育基地 當地人不會傷害他們的 波斯騰湖 是沙漠中的奇蹟 也是目前新疆最大的漁業基地 有24種魚類在此地存活 年產各種魚鮮達2000多噸 一年四季都能吃到鮮魚 被人稱為是沙漠中的民豬 一點都不為貨 庫爾勒市人稱梨城或是香梨之香 下段節目呢 要品嘗庫爾勒香梨的好滋味 根據近代葛宏所撰寫的 《西京雜記》的記載 漢海梨出漢海北 耐寒不哭 而當中的梨呢 指的正是庫爾勒的香梨 可見庫爾勒香梨的種植歷史 有多麼的久遠了 現在一起來嘗嘗庫爾勒香梨的美妙滋味 經濟發展推動了城市建設 城市建設又帶動了經濟發展 瓜果是庫爾勒經濟發展當中 不容忽視的產物 新疆是瓜果之鄉 產量豐富 盛產其往往堆積如山 所以在新疆的乾燥氣候當中 自然風乾是最好的保存方法 像葡萄乾 大紅棗乾 都是大量出口的產品 另外各類堅果 都必須經過乾燥處理 才能夠外銷輸出的 在庫爾勒的市集當中 充滿各式的乾鮮產品 不僅當地人喜歡買 外地客更是喜歡來這裡 這些當地產的乾果 以葡萄乾 大紅棗 核桃 枸杞 開心果的銷入最好 早就聽說有一種產自新疆的藥材 名字叫做野西瓜 這趟終於看到它的庫山真面目 庫爾勒古為玉梨地 以生產香梨聞名的 有著香梨之香的美玉 庫爾勒香梨名列中國四大名梨之一 不僅清甜多汁 香味濃郁 而且產量很豐富 當然這些都是拜水源豐沛之次 這種經由人工所培育出來的香梨 是最美味的品種 初秋十節是香梨的成熟期 青色的外皮裡頭有著香甜多汁 脆嫩爽口的果肉 它有個香味 它是皮薄 肉 細 枝朵等一些特點 還有它有埃除藏 脈元素 它這個果面上有一種自然的蠟質 自然蠟質 糖分達到標準的有十二度左右 人說香裡有公母之分的 但是怎麼分辨呢 庫爾勒香裡一般在四月初開花 在十天以內它可以形成果實 科學上已經是證明 它是不分公和母的 它是自己不能收分 它是一化收分 這個為什麼要產生公的和母的呢 在開花後這個黃鵝陀螺的紫皂 它就變成母的就是這個形狀 黃鵝陀螺的滿一些 把這個呢就蠟的形狀也變成這個 這個橢圓形就變成了公的 但是科學上說這個本來是不分公母的 這兒的香裡美味沒話說 如果能夠跟當地居民打成一片呢 還會如魚得水的 只不過得到的水呢 通常都有不低的酒精度數 古爾勒的居民除了漢族之外 還有迴族 維吾爾族 蒙古族等少數民族 這兒百姓的菜肴呢 已經跳脫出煮或是烤羊肉的範疇了 不管是炒羊肉還是涼拌粉皮呢 都有濃郁的漢族風情 我們努力地找到了 有著少數民族風情的餐廳 外景隊這趟呢 在一家維吾爾餐廳用晚餐 裡面播景有歌舞表演 還會為貴賓戴上帽子 同時敬酒 維吾爾族不同時期的文化生活 跟宗教信仰 在他們的舞蹈當中呢 會有所表達的 雖然比較偏重伊斯蘭的風格 但是偶爾呢 還是能夠反映鮮明 在墨北游牧時期 薩滿祭天儀式當中的舞蹈呈現 你們兩位小伙子 小朋友 多一點點就好 多一點點就好 多一點點 多一點點 維吾爾族的舞蹈 繼承古代厄爾魂河流域 跟天山回鶴族的傳統月舞 又吸收了古代西日樂舞的精華 在经过长期发展跟演变 形成具有多种形式跟特殊风格的舞动艺术 目前广泛流传在新疆自治区里头 维吾尔族舞蹈的主要特点呢 是身体各部位的动作跟眼神 是要相配合 以传情打意 从头 肩 腰 臀到脚趾头都有动作的 由于南北新疆的自然环境跟经济发展不同 让维吾尔族的舞蹈呢 既有共同的风格 又有不同地区的特色 来看看这精彩的 原来舞者头上顶的不单单是碗 最上头这支碗中呢 还盛了美酒 并且用酒要敬在座最尊贵的嘉宾 这种配合舞蹈来敬酒的形式 让人挡都挡不住的 是罗布佛的后代吗 罗布人 罗布人啊 查理木和刘宇现存最后的罗布人 已经建起他们的村寨了 下段节目呢 来体验罗布人的风情 神秘的罗布博曾经是中国大陆的第二大咸水湖 位在西北侧的楼兰古城 是著名的丝鹿咽喉 后来因为气候的变迁 跟水利工程的影响 逐渐干涸了 现在一起来了解这段沧海桑田的历史 在遥远的古代 古丝绸之路上 有一个著名的小国家 人口仅仅一万四千多人 士兵将近三千 但他地处东西交通要冲 恶汉代进入西域的咽喉之地 他的名字叫楼兰 从西元前176年以前建国 到西元630年他消亡了 一共是八百多年的历史 但是这个王国是突然消失无踪的 就在巨货来临之前 或是变故发生的时候 一只罗布人逃过一劫 在塔里木河中游顶居下来 现在来看看他们的后裔 1900年瑞典籍的考古学家 斯文赫定 无意间在罗布国这一带 发现了楼兰国的遗址 让消失一千多年的古国 重现人间 当年斯文赫定从遗址当中 挖到了中国人所发明的纸张 竹简跟生活用具 从此楼兰探险成为 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这是从楼兰国遗址所出土的干尸 人称楼兰美女 五年之后 英国的斯坦因又带走了一批文物 古墓 人古 文物 吸引越来越多来自各地的探险家 他们相信一定有楼兰国的幸存者后裔 生活在这个世间 于是沿着孔雀河 塔里木河两岸 继续地寻找 罗布泊地区干涸了呀 这是塔里木河的水断流 这是罗布泊干涸了 它没有水就没法生存 所以就要沿这个河流 逐渐向上搬迁 像我们现在所处在的位置呢 就是塔里木河的这个中游 当时罗布泊 在没有干涸之前呢 它是水草风貌 避泊荡药的 有很多的生长了 很多的植被 现在就不同了 现在呢全是沙漠覆盖 烟溅滩 罗布人的适应能力真是惊人 他们受尽考验存活了下来 这就是罗布人这个旗帜的象征了 他这个罗布人呢 他早期以鱼为始 所以呢他用鱼骨作为他旗帜的一个标志 而中间呢是一个人面相 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长满大胡须的 一个人面相 罗布人基本上不是一个种族 而是一种称呼 他们远离尘消 与世无争 生活在荒漠中的绿洲 一切都取之于大自然 也跟天地融为一体 他呢是这个罗布人这个太阳 太阳象征着呢 东升西落 当时这个罗布人呢 对这个太阳是非常崇拜的 他们把太阳呢 作为他们至高无上的一个神灵 也就是说崇拜于太阳 这个架子呢 是当时是一个瞭望塔 瞭望台 当时呢是他们的头领 他们头领呢 就站的这个瞭望台 主要就是观测水清 因为这里呢 时不时的都有洪水出现 一旦洪水出现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深处的 一个突出的柱子呢 它呢就会把一个红色的方巾 搭于这上面 因为当时在沙漠中呢 红色是最为较为明显的颜色 它一旦搭上这个红色的丝巾呢 所有部落的人呢 就开始进行搬迁 就是做好这个防洪准备了 这座造型像是人脸的建筑物呢 其实是村寨里头的第二道门 但是为什么会如此奇特的造型 其中暗藏玄机吧 罗布人村寨的第二道门 称之为五门 它呢更叫做正五门 它呢是当时这个罗布人 用来测量时间的一个工具 也就是说 当太阳光从那个茂延的三角孔 直射到我们这个路面上的时候呢 是正五十分 那时候海子里面的大头鱼 全都吸于水底 因为海子上面的水温太高 它沉到底下纳凉去了 那么罗布人什么时候打鱼 什么时候不打鱼 看这道门 首先是一目了然的 当这个正五十分的时候呢 鱼都沉下去的时候 它就不再打鱼了 虽然这里只是沙漠当中的一座绿洲 但是罗布人的祖先 在历经艰辛的长途跋涉之后 认为自己已经在天堂了 这呢是当时这个罗布人 一个祭天的祭坛 我们可以看到呢 后面是一张骆驼皮 骆驼皮呢 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 也就是说 拥有地位和权力的人呢 才能得到这张骆驼皮 而这个前面这个祭坛的说法呢 直接是天元地方说 它我们看 上面椭圆形的口呢 朝着天的方向 下面呢是方形的土柱台 而中间缠绕这个红色的丝带呢 是罗布人追求的一种系列 一种美 它呢希望天地之间是彩云飘飘 目前村寨里头住了二十几户人家 并且发展出一个旅游区 不少游客特地来体验 罗布人的生活 这道门呢称之为阴阳门 它看起来非常的神秘 又具有艺术感 左手的这一个呢是一个硕大的男性的生殖器 它呢男跟阳刚之气 而右侧呢它是以女性女艺为代表的 显现的非常神秘了 我们看这个中间呢戴三角帽的这个罗布男子 想表达什么呢 他张开双手想拥抱对面的这个科兹瓦剌 科兹瓦拉呢表现的非常的绵点与羞涩 他一个手抓着羊角小辫 一个手想和他手拉手 而后面的那个通天柱呢 就结合了萨满教的说法 通天接地 天人合一 心有灵犀 同时呢 也要表现出他们终之不一的爱情 而他俩手底下那块鱼骨呢 骨金铜体 鱼呢是人类共有的祖先 而这里却是一个生殖的代表 同时呢 反映出这道门的主题呢 就是传宗接代 人丁兴旺的意思 我们大家呢 走这道门呢 有所讲究 男左女右 但是出来的时候呢 所有的男男女女 都要同我 从左手这个母亲门出来 因为你现在 不管身在何处 地位有多么显赫呢 我们都是由母亲出生而来的 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母亲伟大之处 在思路的鼎盛时期 罗布伯呢 是行旅行中的一座大绿洲 由甘肃的敦煌到罗布伯 是最近的一条路 也是穿过库木塔格沙漠之后的第一站 眼前这座罗布人的村寨呢 方圆72平方公里 债区涵盖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游移湖泊 塔里木河 原始胡杨林 草原跟罗布人 旅游资源算是相当丰富 我们原来的我们老爷都老爷的 就是那个罗布伯那里的 那个罗布伯干了以后 我们塔里木河 慢慢慢慢清过来的 那么你算是罗布人的第几代 就是户代 那你现在还住在这里吗 就是我们那个房子 现在 那么你现在是靠什么生活 现在我们这个地方要放羊呀 打鱼 还是打鱼是吧 还是打鱼 那么打鱼还是用独木舟吗 对 就是独木舟 那独木舟是自己做的吗 自己做 就是一构护羊 就是这个中间剖开 就是刚才那个 就是那样子 那么那个时候的打鱼方式 跟现在的打鱼方式有没有一样 一样的 那用什么做鱼网呢 就是萝卜麻线嘛 萝卜麻线 萝卜麻线 那个解析的很嘛 就是那个剖 那个羊毛呀 就是那个其他的毛的线嘛 不行 就是我们原来嘛 就是那个萝卜麻线 细细的剖一下 那个解析的很 在这处萝卜人的世外桃源里 你可以划独木舟去捕鱼 还能吃烤鱼 可以漫步大陆最长的内陆河畔 或是穿行胡杨林 睡毛屋 还能骑骆驼来欣赏塔克拉玛干沙漠 领略古老的罗布人风情 享受回归大自然的乐趣 在罗布人村寨文物馆里头 保存了来自古楼兰附近的文物 专家们在整理拼凑之后 设法还原它的面目 让世人能够认识当年沙漠当中的古人跟古国 即使到了现代罗布人穿的衣服呢 还是用罗布玛所制成的 这是罗布玛嘛 以前你老爷子的老爷子 我和鸡蛋的鸡蛋 都是穿这种衣服 这个嘛就是这些的衣服 没有染色吧 就是原来的颜色就是这样 这很厚吧 很结实嘛 冬天就是穿这样的衣服 穿着这个五六公斤 五六公斤啊 好重 整体里头有满花嘛 可能是坚强的生命力所致 这儿的罗布人特别长寿 罗布人是新疆古老的人种之一 如今剩下为数不多的最后罗布人 他们透过种种图腾 祈求生活无忧无虑 日子风调雨顺 按照古老的传统 罗布人可以一夫多妻的 所以这个图腾呢 正是用来祭祀婚嫁 希望能够多娶几个老婆 如果再能搭配祭祀生育 这个多子多孙的图腾就更为圆满了 过去罗布人世代生活在塔里木合 跟海子群之间 他们没有货币观念 而且与世隔绝 现在旅游为罗布人 开启一道跟外界接触的大门 他们会活出什么样的自己呢 倒也让人十分好奇 胡杨木耐寒 耐汗 耐严谨 耐风沙 具有非常强的生命力 所以它有着英雄术的美誉 现在呢 要来欣赏另类的胡杨林的风情 现在外警队来到塔里木合的河畔 它是中国大陆最长的内陆河 源自昆仑山 就在河与大沙漠之间呢 经常能够看到人称 沙漠英雄树的树种 这种长在新疆的古老树种 在古文献当中被称为 胡桐或是梧桐 在植物学上属于杨柳科杨树 这种植物抗干旱 遇风沙 而且耐严耐减 胡杨树的一生 几乎每一分钟 都顽强地跟风沙在做抗争 它靠着极少的水分 坚强地生活着 它以高大的群体树干 阻挡住流沙 护卫着绿洲 塔里木河流域是世界上最大的 胡杨树的分布区 一棵树生而不倒一千年 倒而不死一千年 死而不朽一千年 这漫长的三千年岁月 不知曾经让多少人感动 它的树叶还含有丰富的 蛋白质跟盐分 这是牲畜过冬的好饲料 同时木质柔韧 耐水耐服 有着美丽的花纹 可以做三合板跟地板 同时胡杨检可以做苏打 还能入药 也可以制成肥皂的 如果要问胡杨树的 盐检有多少 说来还真惊人 这种树的分泌物胡杨类 是当地人洗衣服的最佳清洁剂 这种树呢 从不向人们要求什么 却完全为人们奉献了一切 大自然的欺凌让胡杨更为坚强 哪怕只剩下一点输送水分的树皮 也能屹立不遥 就算树根吸附的水分很少 也毫无保留地分给了每一个部位 因为只有坚强地活着 才不入墨英雄树的美誉 当人们被他的生命力感动的时候 他的坚强才有代价 每年十月底之后 树叶转成金黄色 这是胡杨生命最灿烂的时候 在逆境中所累积的能量 就在深秋季节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胡杨在坚困中成长 历经干渴 圣鼠 严寒 外加漫天风沙 让它累积了许多眼瞼 在表皮呈现生命的痕迹 据说一颗胡杨倒下 新的一颗立即冒出 它跟祖先一样 坚强维护干旱地区的生态平衡 胡杨是沙漠中的强者 靠着非常少的水分 艰辛地在酷寒沙漠中生长 它坚强的生命力 让它拥有千年的树林 即使大线来临 也能千年不倒 纵然倒下也能千年不朽 有人欣赏它坚强的生命力 也有人喜欢它秋天时的灿烂 库尔勒是中国大陆西北五省区当中 第一座全国文明城市 这主要得归功于境内 有一湖两河 这一湖指的是伯斯藤湖 而两河指的是塔里木河跟孔雀河 它们让这座沙漠中的绿洲城市 格外的亮眼 所以环境保护的确是一座城市 最基本的发展条件 节目谢谢观赏 我们下周再会 祝福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